大家好 欢迎回到科特本立正 今天跟大家同步一下我对会员频道的计划 我在一个多周以前跟大家同步了一下 我对未来频道商业化的一些想法 然后就去尝试了一下在YouTube上的membership 和在B站上的充电专属 也是很巧啊 就是B站最近推出了那个高级版的充电专属 正好就是我想要的那个功能 就是你如果说充一定的钱 然后他就会有这个充电会员的专属视频 就像YouTube的这个membership是一样的 结果非常出乎我意料啊 就是真的有很多小伙伴支持 在我没有发什么 或者没有正式的去说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就看到了后台好多小伙伴给我充的钱 就是远远超出了我一开始的预料 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然后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动力 去把这件事情认真地做好 就是我其实真的 其实平时的频道视频 我一直说我是在为自己做的视频 而不是在为观众做的视频 但是看到大家给我这样支持和充钱以后 我就觉得我要认认真真的去为支持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去做一些尽量对大家有用的内容了 所以说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你们的这个支持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动力和心力 其实在之前啊 每天上网会看到就是很多人留的不友善的评论啊误解啊 然后包括别人对你的断装起义啊等等 甚至一些这个诋毁攻击和造谣 那你还是挺难受的 之所以能克服这些难受 这是我做下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在后台上给我私信的支持啊 或者觉得我的视频内容是有用的有意义的 对他们有帮助的 那我觉得那肯定还有很多人觉得我的视频内容还不错 我就继续做下去了 开了这个会员以后发现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有很多小伙伴切切实实的 是喜欢我的频道的和愿意用真金白银去支持我的 虽然说就是我的那个一美元三美元或者六块钱三十块钱 你如果跟日常消费来比的话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知道在网上大家去为知识付费 或者说网上的付费门槛就是更高一些 这笔钱对于一个互联网上的付费 或者说是一个知识付费的话 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所以我真的也是很感激大家 这也就是我选择这个价格的原因 在YouTube上是一美元和三美元 然后在B站上是六人民币和三十人民币 这也是B站所允许的最低额度了 就是你如果包月的话 你能发专属视频 最低是三十人民币 在YouTube上我就不去同步了 我就三美元 所以说你能用YouTube的话 比B站上还会稍便宜一点 这两边那个更低的门槛解释一下 就是六块钱和一美元所对应的呢 是你有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是在B站上是充电专属 在YouTube上是一个membership badge 那你有这个徽章以后呢 你的评论我就会优先的去看 然后也会尽我所能的去回答他们 以及有一些新视频 我尽可能的会抢先给这些观众们看 不过在B站上这个事情有点麻烦 我还在想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三十块钱和三美元的这一档 就是你会除了六块钱和一美元的这个福利之外 你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视频 而且你们的评论呢 我不当然会优先看 而且会尽我所能 尽量所心的去回复 那也希望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 其实这个专属视频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东西 因为我很多对嘉宾的访谈吧 就是我在剪辑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希望把他们的访谈的那些高量片段剪出来 还是我希望尽可能完整的放在那里 因为其实嘉宾对我的很多触动 或者说很多启发是在他们说话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我问到了一个问题 他们是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 对我来说启发非常的大 而不是他们那些金句对我的启发那么大 可是这些小细节或者细微之处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传播项的东西 那你把这么长的一个视频放上来 大多数观众其实根本就没有耐心看过前三分钟 如果我看我后台视频的retention 那些长视频的retention 基本上过了三分钟以后 就剩下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观众了 那我觉得愿意给我充钱的这些观众 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长内容感兴趣的人 所以说我对三十块钱和三美元的这个tier 我会提供两类视频 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些访谈视频的完整版 尽量不带剪辑的完整版 我都会去上传 第二呢就是有一些特别的视频 比如说有一些嘉宾不想广泛分享的呀 像我的回国体验超敏的那个work smart 和一些我其他可能有一些想讨论的话题 我都会发成这样的专属视频 这些东西就不追求流量 而是追求跟大家讨论的深度 或者说我想把我心中的想法 尽量毫无保留的给表达出来 如果有嘉宾愿意使用这种形式的话 我也可以让嘉宾使用这种形式 那这样子也给了我一定的自由度 就是把那些长的访谈视频 去剪辑出来一些片段 去给更多的人看到 因为现实就是现在互联网上的大多数的观众 他们的注意力比较短 那我就把这些长片段变成一些短的东西 给大家看 那也能更好的让观众各去所需吧 就是你想去看一个京剧 看一个热闹的话 我会尽量的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如果你想看完整的长的视频 那这些专属视频也能很好的满足你的需求 好的 以上就是我对频道内容的规划了 如果你不想充钱 或者不想成为频道的会员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看到的频道的内容质量 应该和之前是一样的 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东西 只不过是在我之前所做的事情 以上再多做的一些东西 而我之所以能多做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频道会员们给我提供的支持 所带来的额外的动力 可能稍稍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会接下来把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和心力 都花在阅读会员的评论 或者说充电专属会员的评论上 因为其实阅读评论是一个很消耗心力的事情 尤其是网上很多陌生人的恶意的评论 真的是让人看着很难受 那我如果把心力集中在 用心的阅读和回复会员的留言上的话 它其实本身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更好的 对我的mental health的一个帮助吧 以及它就会让我的频道更正能量一些 更积极一些 相信这样的话 对观众你看的感受也会好一些 具体来说 就是在我录一期视频的时候 我脑海中想的是那些很积极的 很走心的 很engaging的评论 而不是那些莫名其妙 各种各样批评我的人 那我想录的视频就是想的 怎么样子对大家有用一些 而不是想的我会被人怎么怎么样骂 那我相信这样的视频 大家也会更愿意看 最后我还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就是我在商业化那个频道里边 抱怨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一个 特别好的讨论问题 认真讨论问题 理性讨论问题的地方嘛 但是我想到我的会员的这个社区 其实就 公司关灯了 就是我其实是在公司里录的视频 现在下班大家都已经走了 然后那个灯也已经熄了 我就把它赶紧说完吧 就是我的频道不是有门槛吗 所以说大家在这里面讨论的话 可能天生就是一个有门槛的讨论 可能它的讨论氛围更好 讨论一些比如说怎么向上管理 怎么跟同事搞好关系 然后等等之类 比较深度和有用的话题 那我不知道我在B站上发的那个动态 和我在YouTube上发的那个community post 有多少人能看到 如果说大家能看到多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起一些话题 大家来讨论 如果说看的人不多的话 那我也可以去录一些视频 比如说我去讲一分钟 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什么 如何向上管理 大家应该怎么讨论 然后大家在我这个下面去留言评论讨论的话 我觉得这个讨论的内容也可以很深度 对大家也很有用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觉得有意义想参与的话 那欢迎在这期视频下面加一 然后我们一起去把这件事情给做起来 那它就成了一个有门槛的 松散的陌生人的社区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形式 好的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 实在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